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景 不是 是讲现代主义 就应对西方潮流的现代派与勋刚派 因为这一章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时我们也讲不完 我想这个我就提示一下要点 因为这个书里面写的比较具体 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超出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可补充 所以大家看看书 那么大家要了解的一点 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的现代主义 是中国改革开放私下计划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都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的文学 也是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西方现代主义 它是怎么进入中国的 有哪一些的作品 有哪一些影响大的作家 在中国产生的作用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本土的中国本身的现代派 现代主义的这样一个 从八十年代兴起的过程 有哪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 我觉得这两方面大家要掌握一下 那么有一点就可以说呢 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的并不只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模仿 应该说是有它自身的一种时代的一种需要 有它自身的一种创造 也有它以汉语言书写这种的方式 所展开的一种探索 那么但是大家也要看到 就是现代主义的和八十年代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语境中 它一直有一种紧张关系 就是现代主义被看的是定义为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文学艺术 那么从早期的苏联 前苏联就是非常非常这种 坚决的非常特地的清除西方现代主义在苏联的这种影响 那么大家也知道苏联的这个蔚来派的士兰埃克和斯基 他们是自杀的 那么现代主义 因为社会主义它要讲现实主义 为什么社会主义讲现实主义 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我在前面已经和大家讨论过 现代主义能够论定一个现实的本质规御 然后你必须把现实做一种标词去要求作假 它确实是一种有强大的一种意识形态 并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规训 那么现代主义在中国八十年代 为什么它又能够进来 同时又能够产生影响 它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又构成一个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 那么当时我们会看到对现代主义的讨论 它也是充满了一种政治性的 双方的现代主义的合法性 都要坚持在政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上 那么关于西方的现代主义 我就不多讲 书里面都有写了 我这里就不多讲 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主义的地球运动 那么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的兴起 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标记 我们现在当然在绘画上 我们会把星星画展 七十年代末期的这个星星画展 我们也把蒙中诗 就会看成现代主义的运动 蒙中诗 当然我们通常把它看成是七十年代末期 但是也有追溯到北洋殿的时期 也有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时期 那么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把现代主义的这个运动 和八十年的文学 并不是完全重叠的 就它只是八十年的文学中的一个流向 八十年的文学我们知道 文革后 上和文学 改革文学 资金文学 那么这些都是占主流的 但是我们通常的不会把山盘文学 改革文学 资金文学 看成是现代主义的文学 但是我们会把蒙中诗 看成现代主义的文学 那么到了1985年 我们叫做这个八五星朝 然后这个现代主义和寻根派在这一年 都有标注性的作品 所以认为是现代主义所达到的高峰 但是在理论上的论证确实更早了 所以在此之前 在八十年代初 那么大十年代初也有一点 就是在山盘文学中 或者说反文革的叙事中 一直留着小说 被看成是现代主义 被看成是现代派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能够梳理和把握的 一些理论的说法 那么当然现代主义并不是在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才进入中共 是吧 大家知道二三十年代 那么在新文学运动中 就有现代主义 当然大家所熟知的李清发 这些都是现代主义的事的 其实像这个新感觉派想说 穆斯英 四真纯的这些人 都可以看到这个现代主义的新感觉派 这个新感觉派是来自日本的新感觉派 不是法国五十年代的那样一个新感觉派 那么这些潮流在八十年代 几乎都是被忘记了 所以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 有它重新开启的那么一个历史的契机 和历史的依据 那么现代主义为什么说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 它能获得合法化 它依靠的依然是一个政治的合法性 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所以大家看文艺与现代化 这个是徐迟早在1978年就发表的文章 那么文艺要现代化 当时现代化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的 尊重的理想 尊重的意识形态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也是历史的正确和历史发展的方向 所以文艺的现代化 那么要搞现代派 所以文艺要现代化 要搞现代派 所以它这个国际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因为现代 在八十年代我们讲现代的时候 现代派和现代化 是联系在一起 我们今天用的现代性的概念 和现代化的概念 它是不一样的 现代性是modern立体 现代化是modern来这一群 那么这个是 它是概念的差异 在八十年代 如果放在中国八十年的预期中 会看到它的含义差异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代化是一个工业 社会和生产领域 是代表了一种生产力 生产力 某点来说 更重要是现在生产力的这个意义上 对中国来说 实现四个现代化 它是生产力 它甚至都不触及生产关系 它回避了 去讨论生产关系 就实现了 四个现代化 这个生产关系 按说也要发生变化 随着全部的这个 社会存在基础的变化 可能要引起上台建筑的变化 但是是回避的 那么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富强的 这个庇佑之路 但是呢 我们说了这个 这个现代化 它只限于生产力 我们说了现代性 这是指 从公元革命和启蒙时代以来的 这么一个社会的 巨大的变化的过程 当然 还有更加 这个 还有别的其他的理论 说法 会从基督教世俗化之后 那么一个西方历史的一个过程 同时从中心 向周边的世界扩展的 那么一个过程 对吧 也可以像部落代说的 漫长的十六世纪 现代性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也可以像以赛尔柏林说的 那种主题的一动 从十七世纪开始 这是现代性 所以现代性的说法 有无数种的说法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我的那本书 就是《现代性的幻象》 你们对这个 做了一些解释 所以大家要理解 我们这里说的现代化 实际上只限于生产力的现代化 那么文艺要现代化 它其实 它是在 文艺上在偷看概念 是吧 因为像小平同志 他们宣扬了这个 实际四个现代化 它没有触及到文化上 没有触及到社会层面 但是像许迟文学领域的 就是说 文艺要现代化 那么也是合法的 是吧 社会要现代化 那么文艺要现代化 文艺现代化就是要考现代派 所以现代化有现代派 1982年徐迟发表的这个文章 它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其实在此之前的79年 中国社会科学外国研究所 组织了关于外国 现代自然阶级文学 跟评价问题的讨论 那么这个 就是说对于外国 自然阶级文学的评价 我们过去基本上 是一棍子打死 是吧 彻底的否定 那自然阶级的东西 所以应该批判 应该 这个 它是腿废的 没落的 腐朽的 是反映着资论主义 绝望的那种情绪 那我们社会主义 是反映着 历史发展的光明的一面 信心下荣的 代表了最广大的 民间利益 那么一面 那么许迟 外国文化研究所 试图去重新评价 现代主义 如果说大家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有编的一本论文集 就是外国 现代主义 西方现代派 问题论证集 也是外国研究所编的 那么1982年的 许迟发表了 这个现代化与现代派 它再次一起讨论 就是实现是现代化的 不能忽略文学的现代化 文学的现代化 不借鉴西方现代派 则不从他起 这是它的基本观点 这是现代派 成为一个合法化 那么你们可能 没有那种经验 就是说现在你写小说 你爱我放谁 我放谁 是吧 博和斯也好 卡尔维诺也好 是吧 沙特也好 谁都可以 是吧 你只要不要违法 这个党的纪律 是吧 你不要在你的小说里面 那么用小说反党啊 这是一大发明 是吧 你不要去做这项发明 那么别的你怎么弄都行 所以大家在80年来不行 你如果你的方法 不是现实主义的 你就要受到质疑 吧 你就是搞资产基础那套 你就是资产基础那套 你就是资产基础自有化 你就是精神污浪 所以这个精神要清洁啊 所以社会主义它是一个精神洁癖啊 而且它也很容易被污浪 它像一个 它的精神像一个纯真的少女一样 它非常脆弱 弄不好它就会失身了 失身就没人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叫做清除精神污浪 在80年代 这是一个几次这个潮起潮落 反对资产基础自有化 清除精神污浪 那么精神污浪是什么 就是资产基础污浪了 那么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纯洁无瑕的 所以最早的论证 可以看到是对现代派 进行一个系统的批判 所以80年代 那个时候的交通就左派右派 那么左派 他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正统马克思主义 那么右派 也叫做所谓的改革派 他们是要引进西方 要学习西方 包括文学上也是学习西方 那么郑伯龙呢 就是发表文章 郑伯龙呢 是文艺报的 当时应该是编辑部主论 后来当了副主编 89年之后 他当了文艺报的主编 这也是我们福建老乡 那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心理描写和意识流的引进》 当然我们要这么说 就是我们也客观地去评价 中国呢 有相当一批的当时的左派 包括林伯寒先生 这个郑伯龙先生 还有这个陈勇先生 当时有陈戴希先生 陆梅林先生 这个 他们都是当时坚定的左派 那么有一些书呢 把他们积分为左家庄 来到北京知道 北京三月桥附近 有一个左家庄 那么其实呢 这些 我觉得啊 我们现在 经过一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他们信仰这样一个 马列主义的正统理论 坚持这样一个正统理论 那有他的权利 是吧 也有他的责任 也有他的 始终坚持这种主张的立场 所以他亦以贯之的 这样一个立场 我觉得这 我们应该尊敬的 尊敬的 应该 尤其他 能够发表 他的一种正统的观点 当然在当时 是因为他们作为正统 他背后依靠的 强大的 政治上正确的这个背景 所以 那么 右派就很吃亏了 因为右派 他受到这个 反正乌拉 和反正乃自由化 就是用国家机器 来开展的一种运动 所以 你如果不是左派 那么你承受的历史的压力 你就会更强大 你当左派 你在外人家就很安全 你永远不会错误 但是你如果不是左派 你就很容易犯错误 你就很容易被归入 所以主要在这个话 是属于金正乌拉 那一个层面 但是像 他们呢 就是对现代主义的 就进行一个 严厉的批判 像这个心理描写和意识流 认为这都是 违背了 现代主义的立场 它是属于西方 现代主义的东西 认为它是 不要主题 不要情节 那么这很奇怪 现在当然你写小说 我要不要主题 要不要情节 这个是什么关系 但是那个时候 是大是大非的 就是说你到底是 站在自然节节的方面 还站在寿命节的方面 他要做这样一个区分 就是他本人要打算 正式的烙饼 打算正式的标签 那么在今天你们觉得 这有关系吗 没有主题 没有情节 到后来1987年 收获了第六期 发表参加路的 这个姓氏之涵 是吧 他什么主题也没有 在那个时候 收获也给了 发表出来 但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 85年 86年 87年 这个一致形态的斗争 反对自然自由化 轻松性的污染 这个 风乱雨去啊 这个潮起潮落 到最后呢 却不了遥之 就说明这个 左的思想的不得人性 大家还是要 寻求思想解法 还是要 主张文艺的创作 能够更加的自由 更加的开放 所以这样这个潮流 就变得不可阻挡 所以有时候也是 随着中国的这个方法和变化 它也是一步一步的 是不是 它肯定是 要付出一些历史的代价 要找一些历史文案 会有它的曲折 但是它始终确实是向着改革开放 向着世界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前进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80年代确实是一个 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 那么82年的徐迟呢 这个发表这个现代化 与现代派 他其实呢 有论真的对手 就是这些 左派 主张反对 这个波波易事流 之类的这样一个 现代派的一种探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徐迟他翻出来的 依据就是现代化 中国接下来是14个现代化 那肯定文艺要现代化 肯定要学习西方 所以他的政治和法性 是这样来建立的 那么包括大家看看 当时的讨论 徐迟说物质生活关系的 总和的内在精神 这个是 西方的现代派的文艺 所表达的一种思想意识 那么 他都为他站不住脚 所以你看有一位 叫李蒂的 他转发说 西方现代派 不过是西方精神混乱 悲观之外的反应 那么 他的利润前提是 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 判断方面持否定态度 做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 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设斩 是吧 我们今天来看 他们资本主义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 包括金融通报 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以及社会主义的强大 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其实并不是 深远壁垒的 两个政治阵营 和两个时代 其实 他们应该是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比如现在的资本主义 它广泛的吸收了 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 你要说 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现在这种区别 你会 越来越 越来越 微弱 所以 新的理论 它把世界做了重新的画痕 就是波米茨和库婆 波米茨是克林顿 当总统社会的顾问 库婆是 他们不让 当总统社会的顾问 他们 联合提出一个理论 就是后现代国家 就不再叫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就是说 你像巴达国家 像美国 欧盟 日本 这些是后现代国家 那么像中国 印度 那么这些是现代国家 巴基斯坦 这是现代国家 大家不要看巴基斯坦 它还是一个 包括 那个俄罗斯 这都是属于现代国家 那么 然后有前现代国家 这都产生前现代国家 这就是北朝鲜 古巴 卡扎菲的利比亚 像这些 它还是属于专制集权 这是前现代国家 那么生产比较 那么它的现代国家 包括像韩国 这都是属于现代国家 包括亚洲的 这个新加坡 这些都属于现代国家 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划分 马来西亚 这些可能泰国 这些都属于现代国家 那么最终要进入一个后现代 所以这种划分是 就消除了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一种区分 那么同时呢 也是把 因为资本主义 已经广泛地吸收了 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 这样一种福利 甚至盟里来说资本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说它社会主义 在欧洲 它是完全不承认的 像北欧那些国家 它是完全不承认的 他们认为 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他们的福利政策 能力平等 均贫富 每个人都有保障 这才是社会主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